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获得了本届的P1P1冠军之后 我本人是非常的自豪开心感动的 毕竟10个2年之后重新赌的这个冠军 不是特别的这一路上不是特别的简单吧 然后整个团队对这个成就 也是非常的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对我的对手没有什么东西想说的吧 只是说让他们小心点 毕竟我们已经制造过一次惊喜了 我们也希望再制造一次 关于哪个队伍打压比较难的 我觉得应该是GLD是最难的吧 因为他们的打法特别的 对我来说感觉他们的打法特别的稳健 然后想听到他们或者是想要攻击他们 或者想防守他们也是会比较困难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看法 在比赛下最后几秒钟 我没有在想什么东西吧 因为当时我的第一顾虑是想办法先过那个桥 因为圈是往南部刷了嘛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过那个桥 到达那个南岛去 但是因为4RB和那个SW的堵桥 所以说我们只能被迫跟他们战斗 最后我们是打败就是清掉了个4RB 但是清完之后我们的时间已经特别的少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进入到那个圈里了 然后没有办法全部被堵死了 关于谁是队内最棒的 没有谁是最棒的吧 因为最后一把也是出现了意外 我们没办法全部被堵死了之后 虽然大家也都是有犯了一些错误吧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最棒的 一旦出现错误之后也是整个队伍的大家的问题 关于奖金怎么花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任何想法 因为我习惯把钱存起来吧 就是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花 关于团队的下一步 目前还不确定 因为我们队内有两位选手 就是他们的时间特别特别的少 所以说我们很少能一起训练 然后现在想办法我们把时间安排起来 然后为下一步的LC做好 就是打好那个准备吧 就是准备好 所以说下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在AOC拿个好成绩